中天新闻曾经独家报道 一位住在高雄县大树乡的蔡姓妇人 敲铁器引起了村民激愤 尽管这名妇人才是制造噪音的元凶 但是她却告邻居妨害安宁 而不甘心被告的一位黄姓邻居 自己就拿着V8搜证 当场就拍到了妇人拿着扳手 在三楼敲横梁 而我们的记者也在现场拍到了同样的情形 不过这却使得这个女子恼羞成怒 妇人在三楼敲打铁器 门还故意打开 整条街都可以听得到这老人的凄厉声 在屋内敲完妇人这时走到户外 明目张胆的拿扳手敲打钢铁横梁 妇人一天之内每小时敲打两次 记者实地到现场 同样守在对面 果然也拍到她嚣张的行径 你什么要说啊 夫人怡妇又怎样的态度 村民实在看不下去 喊她当面对岗 画面会说话尽管妇人才是制造噪音的人 却还到邻居妨害安宁 就得警察也拿她没办法 妇人的左邻右舍一户早就搬走 一户晚上根本不敢睡在这儿 村民都大叹耳根子 何时能够清静 中天新闻欧城文陈胜义高雄报道